师父说,修行是一种心量不断扩展的过程,没有有绝有照,不可能进入无绝无照的境界。 背诵下来金刚精之后观想那个笼罩你的光,要慢慢扩大,其实心量也慢慢扩展了。 安排数息时的一息一户观想慢慢扩大,你的心量也慢慢扩展了。 仅仅理解了,还不是礼物,礼物了要一步一步醒悟,老老实实证悟,最后才能觉悟。 修行的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不是说背诵下来金刚精,马上有灵硬显现你看,要用毕生的时间努力不懈下去,届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精力不可思议处。 各位有缘多多努力,一经四周绝对让我们受益生生世世。